按照媒体的说法,乌克兰在战场上出其不意,突然间占了40平方公里的地方,这事还得了了,而且今天早上我看乌克兰军队在过去24小时之内控制了库尔斯克地区40平方公里的土地 40平方公里,这么大一片地方,这要是买房子40平方公里,好大个楼牌,但是您知道吧,我们经常拍戏那个地方 横电影视场30多平方公里,就是说被西方媒体宣认成大劫的了不起的这个战役性的胜利 相当于占领了一个横电影视城,10公里乘4公里吗,这事至于这么渲染吗 后来又说不止40平方公里,人占了1000平方公里,30公里乘上30公里不就是小1000平方公里了吧 相当于几个横电影视城,你算算,有人说斯马达我就不喜欢听你说话这口气,你的意思是事没得到,事挺大呀 俄罗斯早上相当大的麻烦,普京都出开会了,泽列斯基说了,他这次的战术主要是控制居民点 什么叫控制居民点呢,简单说就是绑架老百姓 而且乌克兰宣称说最多的时候我控制40多个,后来说70多个居民点 一个村一个村居民生活的地方,乌军把他围起来 乌克兰士兵有重心武器,而且据说这里边还有北级军队,有波兰军队 威胁老百姓不准出去,俄罗斯军队费了老大劲救出了12万多老百姓 但是还有一些老百姓没有办法离开,武军黑洞洞的枪口威胁啊 大家想想在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有1000多公里长的这个边境线 你在俄罗斯不设防或者防范比较疏忽的地方,突然间进去了小1000人 然后把很多居民点就跟很多老百姓掺和到一块去了 在防范有疏漏的漫长的边境线上,那确实带来很大麻烦 至少牵扯了普京很多精力,这事普京怎么说 普京说泽连斯基这个举动啊,是为了在谈判当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 泽连斯基也说了,他就是为了谈判当中有更大的筹码,什么意思 就坡下驴的时候,C手拽一把,唠叨啥是啥 西方媒体说乌克兰反攻大胜,马上就要达到莫斯科了 这当然是义饮,这话可听不得,不能信 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吴大辉先生 关于俄罗斯的信息啊,我再跟大家说一遍 关于俄罗斯的各种信息,乌克兰的各种信息 我每天都要看吴大辉先生,吴大辉先生首先是学者其次呢 他那个学问是用拿脚去涨量的 他呀动不动就在俄乌前线,你知道吧 你看这个打扮,吴大辉先生从一线发来的报告 一手信息,真是特别重要 吴大辉先生认为,所谓1000平方公里的说法 没得到证实,多少个横带领事成被乌军占领了 这说法没得到证实啊 但是乌军一度将库尔斯科腹地推进到离边境线25公里的地方 这是真的,请大家注意啊 人家清华大学教授和我们老百姓,司马上的老百姓啊 我们这种蛮嘴跑舌头就是望风扑影随便下议论 不是一个层次 人家吴大辉教授的说法是 乌军在库尔斯科州抵达过的地方 就他开着装甲车绕过的地方 那确实有将近1000平方公里 1000平方公里那多少 30多公里长,30多公里宽 那就1000平方公里 但是你守得住吗 守得住守不住啊 你从这一走绕绕绕绕过去了 俄罗斯军队军队没来,这就算你站了 你能不能守住不知道啊 对于俄军而言 无论这场战役结果如何 被唤醒的东北部休眠战区 这地方没交战你 乌军队突然突进来了 那把这俄罗斯挺麻烦 需要调集兵力 重新布设1000多公里的边防线防御啊 这就意味着俄乌接火线又增加了一倍啊 所以俄罗斯不得不扩大动员 我最关心 不是有人说 乌军正在复制瓦格纳 向莫斯科进军的伟大成绩 人家吴大会先生说了 这不瞎掰吗 没这事儿 终究是网传 我劝大家去读乌大会先生的文章 读他的原文 那不要听我说 他认为俄乌冲突的主要战场 核心的变量还是在乌克兰战场 库尔斯克这个地方 临时这1000人闹的这事儿 最多是个干扰变量 你看学者说的都好 干扰变量就折腾一下 今天早晨的新闻说 泽连斯基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四二四级通了视频电话 然后泽连斯基又对民众讲话 说勤管战斗艰难激烈 但是乌军仍然继续前进 乌方的谈判筹码正在增加 你看看 人普京说对了吧 就要不打自招了吧 谈判筹码在增加 这不是漏草打兔子吗 就是要增加谈判筹码 而且泽连斯基自己承认说 他们的战术就是跟老百姓 拖斜在一块 74个居民点 有人可能会说 斯马兰你不是说 那个俄罗斯今天使用了温压弹吗 你们温压弹是亚核武器 这个东西很厉害吗 我是说过呀 那个武器是很厉害呀 你藏在地堡里 藏在封闭的空间里面 掩体当中 那来了时候几千度高温 那人就没了 温压弹 它能够波及到地方 那就寸草不生 是很厉害 但是你乌克兰军队 你和老百姓裹在一块 追温压弹怎么试 没事试啊 好比是一块豆腐 你上面撒了一些草木灰 你说这怎么剥离啊 没法使用这种武器 所以关于乌克兰大决的事情 美西方舆论战做得很好 我们有些人 那一听了之后就醒了 别那么轻信 多大年纪了 别那么冲动 冷静点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Saman 再见